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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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通过咱们的微信三维扫描仪来采集这个三维数据 好 现在已经通过这款软件 它已经正在采集这个三维扫描数据 好 现在已经完成大概旋转一圈或者两圈的时间 然后再保存到电脑里边 这就是咱们刚才扫描完的数据 通过这个软件把它简单的做一下处理 然后就可以放进咱们打印机这款软件里边 把它生成打印机它要需要的代码 这个J代码可以做一下 对 然后通过这款软件把这个扫描出来的数据放在里边 然后把它生成Jcode格式的一个代码 这款软件可以在里边旋转进去 对 然后等那个代码生成完以后 直接可以保存在SD卡里边 这样可以就是托机打印 不用再连接电脑 它这样做起来就是更方便一些 更简单一些 好 现在已经保存完成 然后直接可以通过这个SD卡放在咱们的打印机里边 然后直接读取刚才咱们保存的这个格式的代码就行 好 现在咱们正在打印的这一个 就是刚才咱们所扫描出来的这个手机外壳 它这款打印机就是通过后边的挤触机加热 到前面这个喷头挤出 然后是一层一层的堆积起来 它也属于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增采打印 打印这个外壳的时间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款打印机 就是卫生三维科技有限公司所出的一款打印机 它的构建面积是比较大的 它可以达到300x200x360 适合打印一些人体 或者是一些建筑之类的东西都可以 好 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模型打印完成就可以直接取下来 观众朋友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在我身边的就是3D打印机 现在刚才我们要求打印的手机外壳已经打印好了 现在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手机外壳取出来 好 这个就是刚刚从3D打印机取出来的一个手机外壳 那么我手上有两个 这个是刚才我们进行3D扫描的 刚才的那个手机外壳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两个手机外壳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这就是3D打印的世界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试一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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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印的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印的电影